天涯也海角 去找真摯音 当时有一位年轻少女 看着前辈的风采 进入星光晕晕的娱乐圈 演绎天涯歌女 以声音打动观众心弦 她就是陈聪玲 大家好 我是重重 陈聪玲 今次非常榮幸能够参与 《爸妈不要留音乐分享会》 亦都知道今次邀请到不同年代的艺人 去分享他们的故事 记得当年我亦都在一本雜誌 叫做《荧幕偶像》 分享过我自己的故事 人生有很多的事情都是会过去 其实不可以成为榮幸 唯有是share show 基督的爱 是永存在在你心里面 它会支撑着你人生的每一条道路 每一个选择 每一个难关 在我自己半百的人生里面 也有高高低低 但无论如何 我都坚信着 亦都相信主耶稣一直陪伴着我 安慰我 支撑着我 去度过每一个时刻 所以我不会灰心 亦都充满信心 跌下会再起身 爬起身再和他一起走过 多莫美好的日子 藉着父亲节 在这里我也祝愿 所有的父母亲身体健康 你们开心心 我们也很开心 也希望天父的慈爱 眷顾你们 保佑你们 身体健康